欢迎回来看国际新闻 位于中国河南省的一家计划厂 昨天下午突然发生爆炸 截至今天下午 已经造成12人丧命 3人失联 13人重伤送院 当局出动了46辆消防车 和209名消防员 到现场灌旧伙势 和寻找失踪人员 来看一组意外事故和天灾消息 中国河南省三峡市一马气化厂 昨天下午5点45分发生爆炸事故 除了导致10人丧命和19人重伤 另外还有5人下落不明 以后那泡沫也都啥也看不见 看不见我们都赶紧往下泡 泡在后那冲击部 可能是打了一下胸脯 打了三层 爆炸威力强大 不仅将工厂炸得支离破碎 就连附近建筑物的玻璃也被震碎 爆炸发生后 乌云般的浓烟弥漫天际 情况害人 目前警方已经封锁现场 并如火如荼的展开灭火 和搜救工作 事故起因有待查明 与此同时 酷热天气正席卷地球 另一端的北极 阿拉斯加 西伯利亚等地 导致当地频频发生森林大火 美国阿拉斯加州 日前就拉响临火警报 州内多片森林陆续燃起野火 导致附近的居民 几个星期来饱受浓烟 和恶劣空气素质影响 有关当局 已经派出消防员和直升机 前往扑灭大火 并紧急疏散受影响的居民 镜头转到秘鲁 当地时间星期五凌晨 南部默克瓜省的 乌纳维斯火山爆发 烟雾和灰烬 甚至飘散到邻国玻利维亚 这座高达5672米的火山 是秘鲁境内最活跃的火山 最近一次喷发期 是2006年到2009年 秘鲁总统毕斯卡拉形容 这一次是秘鲁最近几年 最严重的火山爆发 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预测 未来几天火山活动将增加 喷发力也将加强 当局将严阵以待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